有些人是喜歡抬到最高的時候再噴 有些人是喜歡壓低噴 歡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及色的變形金剛分享時間 這是我們1329集的節目 今天帶給大家做Kingdom系列 第二波推出的Voyage Class的Infernal 叫做地獄火 非常非常酷炫的名字 但是明明叫做地獄火 但是它的一個載具形態卻是一個消防車 然後在和會的話 這裡明明顯地告訴你 它是手上的這把部件噴出來 還真的噴的是噴水 然後這一款在MP的級別裡頭有推出過了 然後噴水特效件已經被大家玩到不能再玩了 跟各種其他類別的機器人或非機器人的這些人偶 都能夠做非常有趣的一個聯動 這一款的話居然沒有這麼靈魂的一個裝備 如果滿分100的話 先扣你個40分了吧 非常非常非常糟糕 那由於之前的話 在Earthrise的時候有吊車 吊臂這個角色 我們節目的話通常是機器人變載具的 但是如果遇到相同模具的時候 我就會在第二個玩具的時候 會把它做車變成人的一個開箱 所以這一集的話我們就以這個車型態作為一個開場了 兩者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共用的 包括了這個手臂的部分 還有這個車頭側邊的這個千金頂的部分 包括這個孔洞的部分 這一款的話也是為了模具 是採用了相同的模具 我們可以來稍微做個簡單的對比 各位看得出來 這兩個模具的話 這樣子對好像不容易對 我們就這樣看好了 好吧 反正總而言之 除了後方 這一塊部件不太一樣 還有前方的這個 這個延伸的這個噴水的這個裝置是不同的以外 大部分的零件都是共同的 然後為了做出區分的話 他們甚至是用了這個一個拔插的部件 讓他們兩者之間的看出更加不同的一個風樣 那這個其實呢 我相信如果是正常地球人類吧 應該會感覺 這一次的紅色呢 質感好像很多 那相比到之下的話 之前的這個地球崛起的吊車的話呢 這個稍微偏亮的一點塑膠 就似乎山寨的這個地攤貨的感覺是比較強的 那麼這一次的紅色呢 尤其是車頭的部分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不賴的一個視覺效果 有一點自帶消光和勾陷的感覺 我不知道各位能不能感覺得出來 尤其是這個銀色這一帶附近 博派標誌旁邊這一圈啊 我沒有做任何的補色 可是它就是看上去就是非常有消光的質感 後方的紅色跟車頭的紅色感覺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但是整體來說的話呢 它的一個視覺上面的一個效果的話 我真的覺得比吊車好像很多 那加上多了這些小配件的部分啊 整體來說的話呢 我如果說二選一的話 價格一樣的情況下呢 我肯定是會推薦大家呢 入這個Kingdom的這一款Inferno 那兩者的差別的話呢 在主要是前方這個部件 應該說上方這個部件 它一樣是可以伸縮可以轉動的 而且可以縮進去 然後這裡是有一個拔插部件啊 這個噴水的一個位置的話呢 是可以做一個調整的 那有些人是喜歡抬到最高的時候在噴啊 有些人是喜歡壓低噴啊 這個主要還是看噴的目標在哪裡啊 我是說正經的 難道五樓失火你要噴三樓嗎 對不對 當然是看啊 渴望水的是哪一層樓了啊 那這個吊車的話呢 也是非常好玩了啊 它也是一個可以上下動啊 一樣是可以轉到後方去的啊 一樣可以轉到後方去的啊 那我的吊臂是不能轉到後方去啊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轉到後面去啊 可以啦 我的可以轉的 你看我有了有了 我已經轉給你看了 我剛剛是隨便說說的 但是它這個載具的話呢 還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明顯缺點啊 就是這個手臂背在上方啊 這個以現實的車輛來說的話呢 是否這一代應該是要空著的 但是它這個手臂收納在這裡 那它的一個整體的 這個載具的一個形態的話呢 其實是做的非常的好看啊 尤其是車頭啊 非常完整 因為它基本沒有參與到變形啊 整個車頭是很完整的 那其他後方的話呢 手臂是比較大的破綻了啊 那麼這個載具到底好不好看呢 其實缺點很多啊 真的主要還是這一代 其實並不是很懷孕 現實中的車輛 但是它的車頭啊 就是好看啊 這個就跟現實生活中 是這麼一回事吧 這個人呢 就這個頭以上長得好看的話呢 就佔很多優勢了啊 能夠像虎骨骑這樣啊 從頭好看到腳的 其實並不容易啊 當然肚子裡都是壞東西就是啊 那我們現在來一同呢 分享這一款 Infernal的一個變形過程 首先這個槍的部分呢 給拿下來 然後這個部件的話呢 乾脆先取一下好了啊 這個部件呢 由於等一下呢 有其他更適合安插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給取下了啊 這個側邊的這個部件呢 可以不用拿下來 但是你可以轉一個 你喜歡的一個角度 首先變形的時候 是把這個地方呢 給解開由下 這樣子 我建議的話是往下摳的時候 是比較正一點 不要往斜摳啊 因為據說往斜摳的話 容易有白痕啊 這個大家留意一下 然後呢這個地方的話呢 上下其實還有一個結合卡扣的啊 在這個地方啊 但是有時候呢 摳下的時候就順便給推掉了啊 所以就直到一下就行了 然後呢整個腰身的話呢 往前面的話呢 給整個給打下來 然後腿部的話呢 從這個地方往後面推 這裡下來 往後面推過來 再來的話呢 將手臂的話呢 從上方兩側分開 推到正前方 再來的話呢 將手臂自然下摆 在旋轉一個 一個適當的一個角度之後呢 這個適當的角度 這句話真的是 再完美也不過的中文啊 呵呵 其實就是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啊一個適當的角度啊 這個現實中的很多話術 就這麼樣騙人的啊 然後的話呢 它的一個中間的這個骨髓的部分 就直接的摺了兩次 三次之後 再把這個部件呢 做一個翻轉 這樣子直接的翻過來 頭部的話呢 就出現了啊 然後這兩側有兩個凸啊 可以夾住這兩個一個小小的一個缺口 這樣子過來 整個的把它給往上翻 應該說這樣子啊 直接的是這裡 直接往上翻 這樣扣下來 最後的話 就是把這個部件的話呢 應該是翻這個180度之後吧 然後這個地方 就稍微用一點力啊 才能夠把它給突破那個卡扣 將它給往後面滑下去 那麼最後的話呢 是這個啊 兩側 這個是Inferno呢 才多了的 這兩片 像是這個天使的這個 應該說什麼 Valgiri的 哇奇力的這個 羽毛頭冠的這個感覺啊 就這樣子 那麼最後的話呢 這個武器的話 可以直接的拿在手上 然後呢 這裡有一塊這個部件啊 這裡是一個 原本在上面一個噴水的這個裝置啊 這個時候呢 是把它放到這個頭部側邊 那為了一個好看的話 你可以稍微上推一個角度 那麼它 由於它是因為合繪嘛 合繪它是直接手部 是一個噴水的一個裝置啊 那我們就把它的這個部件 給安置在這吧啊 那麼呢 就完成了我們這一塊 Inferno 非常簡單流暢的一個變形過程 那麼呢 我就不得不提一下啊 其實你認真要說一下啊 上一集和大家做了這 這款 Steel Series SST86號的這個Hara 你可以看到啊 兩者呢 都是Vority Class 但是以零件的數量啊 還有造型的一個空洞處 以及它身上帶的這些大量的配件來說 啊 就這一集的話 就是還是要推薦一下 這款SST86號 第四號的這個Hara呢 真的是非常誠意十足的一個V級啊 兩者是同樣的一個級別 但是這個的話呢 就感覺會完成度是非常的高的 當然Inferno也不是說不好啊 而是相比較之下的話呢 就不免選擇有點稍微有點遜色 如果你有同樣的一個預算的情況下呢 我還是會建議你啊 HinduHara可能好一點啊 都是Vority Class 那麼我的話呢 就把這個上一次這個 Earth to Ice的這一款 掉幣的話呢 兩者做個簡單的一個對比啊 以這個人形下來看的話呢 我把它換到這吧 以這個光線來講的話 這邊暗暗一點點 可能它的一個山寨感可以下降一些啊 如果光線稍微打強一點的時候呢 這種橘色就非常的亮 顯得質感度反而是比較差一點 當然除了本身塑膠的顏色之外啊 以造型的華麗度來說 Inferno也是比較多的一個配件 包括這個部件 還有這個耳朵旁邊這兩個 那當然更大的差別 所以我認為還是在面雕的處理了啊 看一下啊 這一款 這個 掉幣的這個臉啊 這個是浮粉的感覺啊 這個妝好像不是很好啊 這個 用的這個化妝品可能比較差一點 但很明顯的 這一次的Inferno的話呢 就除了五官呢 五官的好看啊 先不講五官的好看不好看啊 這個一個比較粗獷 一個是稍微比較比較比較 俊俏一點點 以這個臉部的銀漆 跟眼睛的藍色來說啊 甚至包括它的一個頭 它本來是黑色的頭盔 上面還有銀色的點綴 還有兩邊還有黃色的這兩個塗裝 但是相比起來的話呢 我們這一款這個吊 吊車的話 真的就是整個頭盔 就是整個橘黃色啊 就是頭雕的部分呢 已經是Inferno是大勝了啊 那胸口的話呢 這個Auto法的標誌 整個配色來看 Anyway這個 嗯 還是那麼一句話吧 如果兩者 你只能挑一個模具來選的話呢 Inferno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項了啊 那這個整體的一個可動的話呢 我們也就來做個簡單的小解說吧 頭部的話呢 是一個左右轉動的關節 那手臂的話呢 平舉沒有問題 然後呢 二頭肌也可以轉 這個手肘可以轉 手臂三段度轉動可以 這裡有一個過度的一個造型 然後二頭肌可以轉動 那麼呢 我手上的這一款的話呢 這個二頭肌啊 還有這個 這個地方 裡面我有上一點西 我覺得是稍微偏緊了一點了啊 這一帶的話 也有一些過度的造型 手臂的話呢 拳頭就不能轉了啊 腳前後踢 膝蓋90度 有一個很好的一個接地 前後也可以動 整體來說的話呢 這個玩具本身啊 本身並沒有什麼很大的問題 沒有很大的毛病 相較於 地球崛起的這個 掉臂的話呢 這一款地獄火 已經是相當不賴的作品了啊 但是呢 同期推出的這個HARA的話呢 我個人 會認為如果兩者 預算 如果這個定價是一樣的話 如果說你的 網拍上價格是一樣 推薦你還是先入這一款 HARA好了啊 近期最好的一款作品 那今天就問各位 今天就到這邊 非常期待給我的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我們下期見